灰色襯衫小平頭 專心盯著盤 他是阿托貝的小兒子 首度曝光 那個時候是收音機的年代 就聽行情嘛 那我就是這樣子跟著聽 36歲的李志勇 是阿托貝六個子女當中 唯一跟著爸爸學投資 相關的課程 我就 那因為有些報告不會寫嘛 那我就回來 就是問我爸 這個要怎麼寫怎麼寫 從小當台股旁聽生 不靠阿托貝資助 李志勇打工存半桶金 28歲進軍股市 參與金融海嘯半年內 賠掉百萬 那我就把我的現股 那個時候全部換成融資 崩跌到最慘的時候 我已經其實前面的股票 已經可以說是斷頭了 差不多靠了 靠來求救 交過學費李志勇只做長線投資 就是貪心和無資 股票量力而為 千萬不要融資 三成買金融 三成壓傳產偏愛大型股 過去六年平均報酬率三成 滾出了七位數身價 電子在玩的是淘汰賽 金融和傳產是比較可以長期投資的 拿出發黃舊照片抱著小兒子 笑容藏不住 還到遊樂園想添倫之樂 年輕的阿托貝如今幾乎是散戶代表 更是兒子目標 股東會上逗郭董哈哈大笑 每年呼籲加碼股席替小股東謀福利 兒子當接班人阿托貝說還得再練練 四十幾年 照才多久還要訓練 幫散戶 避免受傷 還有爭取到更多的權益 我認為這是我願意做的 有個股市名人老爸六年級的李志勇 形勢低調 自學投資有成 也算傳承了奶腹之風 東森 陳寧新聞 陳敏芳 李昂立 台北報導 二 三十年都一起看班 然後其他的就